今天一日游集合的地点是约定的新宿 约末七点半,大家准时的到地点集合 约末七点半 一家用筋鲁芦 约末三宿 今我这家都补用筋鲁芦 约末七点的房子 我們在下幾天下車 那現在跟著大隊走 要走到的地方呢 是位於新昌山淺間公園 是的 我們要上去看富士山最好的角度 在前往新昌山淺間公園的路上呢 其實我們在一般的民宅跟鐵道附近 就看得到富士山了 這個角度這個景色 每天都是富士山伴隨著 今天天氣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完整版的富士山 要上去之前 隨車的服務人員已經告訴我們 請斟酌自己的體力了 為什麼 來日本玩 唯一的好處是 身體會變好 真的 要上去平台之前 首先面臨的挑戰是 爬完這四百多街 所以 你知道我真的累到爆 對 也快要爆炸了 但是 即使我轉向走爬坡道 我還是覺得 天哪 怎麼這麼累 不過也謝謝我的旅伴跟我一起走向爬坡道 因為我們兩個都覺得 天哪 真的很累 對 當你走到上面來 你得到的獎賞是一個 一幅非常美麗的富士山風景畫 你看到了五重塔 這也叫中林塔 這代表 其實還有一小街的樓梯 才到得了最好視野的平台 好 走走走走 好 走走走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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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很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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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漂亮 哇 這個景真的很棒 辛苦 原來是 有獎賞的 這個角度真的很棒 這時候的我心情非常好 上來拍照的旅客 其實個股都有 人也非常多 我也在這邊待了20分鐘左右 慢慢的等待 也互相的离讓 因為大家都是拍好拍滿 你不是說你要跟你弟弟再來一次 你下次就帶著文藝來到處去旅行 真的是上山困難下山容易 一下子就下來了 唉 像不像人生的道路 那我希望我有點多走停 那我希望我有點多走停 就這樣 好 富士山 很漂亮的富士山喔 下山時遇到富士淺堅神社 買個玉手 多驚豔 富士山河口湖這附近 其實也算是鄉下 又有人 所以 並沒有像大城市那樣般的擁擠 大家開車也很慢 也互相理樣行人 走幾步路都會互相注意 下幾天 這邊的遊客真的很多 大部分很多都是外國籍的 所以這邊的人都知道 放慢腳步 好好欣賞 用眼睛享受這一切 這邊是我們下車吃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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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吃完飯我們還有一點休息時間 所以我就走到靠近河口湖的湖口處 今天好天氣但看不出來其實現場風很大 所以我用麥克風收音的時候風切聲真的很嚴重 我只好再重新事後配音 這一段我的說明是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要來富士山附近走走 你可以參考平台上面賣的一日郵券 其實隨車的服務人員告訴我們 這些tool其實是日本旅行社規劃安排 只不過它是跟國外平台合作 如果站在前路上還會更多 前路在表情之中 這邊就寫了一旦 這麼大很適合 可以為何就是要舞台吃飯的地方 老大當然是比較早 後來不足 對面看不清楚 你什麼也好 坐著 Cos來 看到 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真是妖狗的 這個可以跑得緊 我可以 所以 我可以 這裡是大師公園 大石公園這邊有非常多的外籍旅客 剛好這邊有土特產店 它是免稅的 這邊可以買得到是金剛縣、離山縣附近的小農 還有手作相關的東西 因為蠻多人會坐在這邊 吃著一些零食、看著富士山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休息地點 真的 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西湖的根廠 它也是合掌村 但是進去的時候呢 它是需要門票養護匯的 農村版的無人商店 這裡有體驗工廠 竹形桃液體驗 青龍亭 什麼抹茶 什麼團子 才團子 &抹茶 我覺得會拿給青龍亭 就這個 入場券 青龍亭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河掌村是要看那個 屋頂 它那屋頂是用毛 稻草做的 然後每次換屋頂的時候 要召集全村的男人出來換稻草 這個稻草呢 要換 好像費時一個月還是三個月 我有點忘記 很難換 然後這是非常 非常的體力活 就是美 就是漂亮 的 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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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